跑,不要走,记住,即使你走着食物,或是你走着食物。 回答创办人黄仁勋近期抵台,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。 黄仁勋身价340亿美元约新台币1.04兆元,名列全球亿万富豪榜第37名,近日到台湾担任台大111学年度毕业典礼嘉宾,致此时表示。 走,不要走。记住,即使你走着食物,或是你走着食物。 不少媒体翻译成,成为烈食者,不觅食就会被荡食物,让浩尔异世界在脸书直言我觉得扭曲原意了。 浩尔异世界认为应该翻译为奔跑吧,不要缓步徐行。记得,不论是追求目标或生存自保,都要冲刺。 往往两种情况难以分辨,但不论追或逃,勇往奔跑吧。 他指出,黄仁勋语句带出的是鼓励积极尝试,努力追求成长与成就的讯息,而不是警告大家不够凶就会被吃掉。 直言如果有不同解读或诠释,我认为可以讨论。但核心讯息不该简化扭曲,改变了大家对整篇演讲讯息的认知。 以为黄博士发表了一篇鼓励竞争,充满狼性的演讲,黄仁勋一句话酿起翻译大战。 一名定居在台湾十多年的美籍英语教师毕敬汉,转贴浩尔异世界发文池反对意见。 我完全不觉得,扭曲原意,命令是本来就是这感觉,更说自己是第一次公开挺媒体没翻错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